直接524青鳥行動 人潮爆滿 立法院外街訪民眾曝光 最描述的就是他 就在中國還台軍演時刻 藝人侯佩岑 楊成林 陳妍錫等人 急著發保命文 轉接中共統戰文宣 看到精采內容請鎖定今晚自由報新聞 歡迎收看自由報新聞 你好 我是李月綺 好 來看到今天國會續審 國會改革法案 異常內視朝野衝突不斷 那麼在議場外呢 要看到是從中午開始 就集結了上萬人 要抗議藍白兩黨黑箱修法 而大家是手舉標語很有創意 有人就舉著習近平的大頭 說他是幕後黑手 另外也要看到呢 是不少民眾也自製標語說 關鍵時刻不舉的男人 那麼大家呢 的訴求呢 就是反對國會黑箱 好 也要看到是民眾反對黑箱修法 那麼這回不再說是太陽花2.0了 而是新的青鳥行動 網友說 自由就像青鳥得靠自己去找 那麼青鳥運動 青鳥世代也取代太陽花 成為最新的代名詞 也回顧過去30年的社運之路 網友也說 不要讓青鳥被國民黨給趕走了 有野百合跟太陽花支持的青鳥 一定是光明的 另外還有不少人在網路上發梗圖 就是要批評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說他違背當年太陽花學運的主張 說他是由白轉藍再變紅 就像俄羅斯國旗 另外還有民眾是在抗議現場 也要看到是寫上國昌不落地 有夠諷刺 不只在立法院外有人潮 這回也是看到全台串聯 從北到南都有 也要帶你直擊到今天立法院外的抗議現場 民眾怎麼說 有民眾自發全台串聯 我藐視國會行動 激進許多公民團體與民眾到場響應 現場人數又來越多 本報記者直擊現場 一起來聽聽民眾參與這次行動的真實想法 因為程序不正義 對 然後很多細節沒有公開透明討論 立法委員要通過的法條 憑什麼是最高機密 這個法案跟我們的人民有關係 那為什麼會是最高機密 我很在乎程序正義 因為今天過得 就算過得是一部好的法案 也不應該透過粗暴 破壞程序正義的方式 因為沒有程序正義 就不會有實質正義 因為他們擴權 他是人民選出來的 最大應該聽人民 不是聽他們 從二月開始 就一直感受到 藍白把持了國會多數黨以後 然後持續的有這樣的一個混亂的現象 希望他們可以傾聽人民的聲音 然後不要漠視 他們是一票一票人民投出來的民意 而這邊在展現的就是民意 他們現在是黑箱作業 齁 沒有什麼照程序來 國民黨跟民眾黨這樣滷下去 我們都自動站出來 我們沒那麼十八 我們也是為南部起來的 不是去用黨員來的 這就是一個公民的力量 其實我相信來這邊的很多人 都是自發性的來 像我就是覺得 我不能讓我的小孩 以後是要生活在 這麼讓人覺得戰戰兢兢 又這麼沒有民主的一個社會 黃國昌附坤齊 韓國瑜 我藐視國會 藐視黃國昌 藐視韓國瑜 第一不反就是那個 黃國昌 當時他出來選舉的時候 我們全部阻止他 他今天都全部變了 對不對 他反黑箱 現在自己在黑箱 複坤齊啊 韓國瑜啊 還有黃國昌 許老欣 我認藍白的都是很不行的啦 完全就是用台灣的民主 再打台灣的民主 黃國昌吧 十年前跟十年後差太多了吧 黃國昌 那是一個極端的變化 一個人會有極端的變化 一定有一個他的利益要在那邊 所以這種人是最糟糕的 最不滿就是他的條文裡面 他可以任意的 可以向人民團體收取資料 可以調閱 可以罰款 我覺得最過分的應該是 黃國昌他帶領的民眾黨 他們拿著八席說 希望可以成為關鍵少數 但實際上他們只是在國會裡 依附另外一個大黨 就是去打壓對他們來說是不同意見 他只是犧牲了他關鍵少數的那個角色 好 持續也要帶您關注 今天議場內動態 對於藍白推出 立院職權行使法 第五十條之二規定 被調查者要主席同意 才能請律師 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在質詢台上對此 心力開炮 你們的條文是 律師陪同要主席同意 請問吳宋憲招委 你當檢察官 你在偵察庭 被告要請律師 還要經過你同意嗎 這種條文 我們當然要反對啊 所以你們連自己表決什麼 撤毀什麼 不與正面什麼 都不清楚 這就是拼裝車 黑箱修法的後遺症 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荒謬的字 國會改革還權於民 既然還權於民 人民為什麼要上街頭 上面寫改革弊案 改革弊案人民歡迎啊 為什麼人民害怕 因為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就會查水表 他現在下台了 他是國會多數 他一樣要對人民查水表 請律師還得經過主席同意 那網友怎麼說 有人就說 連坐監犯科都可以來請律師 現在呢 要請律師還要主席同意 實在很奇怪 而且有人說 這是在致敬香港國安法吧 這不叫極權 叫什麼 民進黨發言人吳針也分享這張截圖 是有小草在群組內就提問說 質疑請律師應該是權益吧 而民眾黨官方帳號 卻回說 不用扯遠 重點是趕快通過 而民進黨立委沈柏陽也說 因為民眾被叫來問話會緊張 那麼請律師有安定的效果 但藍白就是想要嚇唬人民 又不希望讓你有律師 所以不能講才這樣寫條文 根本是偽君子 而小草在民進黨抗議時 還有這一段插曲 馬上來看 馬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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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黑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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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討論 沒有討論 啊 哇 大家有聽到嗎 剛剛是陳雪生嗎 哇 陳雪生說 沒有討論 就是民主嗎 對 才有民主 他說沒有討論 才有民主 俗黨還從外面 烙人來包圍立院 而對於另外是 梁肇前坑法案的爭議 民進黨立委蘇喬惠就說 國民黨一直要宣傳說 根本沒有提梁肇前坑法案 即使是藍白聯手演出 提出來又縮回去 那麼退縮為等新交通部長上任後 立法院再來處理 這是在人民面前 傅崑奇才有大讓步的 藍白為了加速表決 是採取舉手表決 現在卻出包了 就在綠營提案 應該採取記名表決的時候 韓國瑜當場宣布 59票贊成者多數 那麼國民黨立委一看 是很驚訝的說 算錯了要重來 最後才翻盤的 民進黨立委黃傑就說 連國民黨立委都自己搞混了 韓國瑜是歷史罪人 來看民進黨最新回應 國民黨上校 我們場外的這些朋友們 今天他們不是修理民主進步黨 他們是在三校門 台灣人不配擁有民主的國會 推我來重生 好 來看到國會改革風暴 外媒也很關注 像是香港媒體人就說 台灣跟香港越來越像 因為這個場景 香港人很有感 在香港立法會泛民 在精心設計的選舉框架下 永遠直視少數 那麼建制派呢 是常常憑著票數的優勢 強行通過 有損害人民利益的法案 而前立委 鄭育鵬就說 大家還記得宇昌案嗎 當時 國民黨為了打擊 蔡前總統 毀了正在起步的生計產業 而且呢 這也讓人想起 藍白力推的國會調查權 那作家好民意就說 國民黨說的 生立法再說明 就是對民主政治程序的最大破壞 那在日台朝團體也發聲明 炮紅多數暴力 強行表決根本是獨裁 如果法案通過 將是台灣走向滅亡的開始 好也要看到 就在國會改革風暴的時刻 以及中共環台軍演這個敏感時刻 不少在中國的台灣藝人 卻急著貼出同站文 像是有中國網友 就整理出好長的名單 有哪一些台灣藝人 轉發了這個回歸祖國的貼文 比較熟悉的 像是侯沛岑 楊成林 陳妍希 歐陽娜娜 還有陳喬恩等人 就吸引中國小粉紅來幫他們按讚了 當然還是有沒有轉發的名單 也是受到關注 其中像是周杰倫跟霍建華 是沒有微博的 那麼軟今天因為母親生病過世 網友就特別點名周杰倫 沒有半微博 真的很聰明 印證只要夠強 就可以站著賺錢 也有人說每年都要搞一次 這一種政治任務 一開始看了好生氣 但是後來只覺得很好笑 也有人開槍那些表態統一的台灣演員 別來台灣了 而最好笑的是 台灣民眾似乎還是比較在意 日本藝人新演員有沒有外遇 而陸委會就回應 希望藝人可以考慮一下 培養他們的地方 大家的心情 好也要看到中國 除了大肆宣傳同站文 現在為期兩天的環台軍演 也進入倒數了 國軍在海空是緊叮動態 今天也出現對峙畫面 首先要帶你來看 是國防部有公布 5月24號上午6點 回推到過去的24小時 總共是徵獲到49架次的中共軍機 還有7艘海警船 其中35架是中共軍機 闖西南空域 距離鵝軟鼻是57里 好軍事粉專也觀察 中國的湘潭艦 闖24里 臨街區還開嗆 我是開嗆我國的海巡 澎湖艦 說台獨分裂主義 不過當時就被海巡廣播驅離 而另外在彭嘉宇西北 24里處 海巡署的巴黎艦跟中國軍艦 也是並行對峙 面對中共軍事挑釁 日本也密切關注 5月13號 沖繩艾三防空飛彈 也升起發射架了 那麼日本方面是說 對中共軍演也是高度關心 而且密切關注 日本也會隨時來確保 周邊的境界監視萬全 感謝收看只有報新聞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交電話題